自中国结束防疫封控措施并重新开放边境以来 还没有关于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确切数据 但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 数百人讨论他们移居泰国的决定 许多人获得了学习泰语的签证 同时制定了下一步计划 美国之音报道 远离家乡寻找机会的部分原因是 中国16岁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 在6月份升至21.3% 创历史新高 好工作的稀缺增加了长时间工作的压力 纽约奥尔巴尼西耶纳学院社会学教授 贝福利阮·汤普森表示 对年轻员工来说 选择急流勇退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 应对当前向下流动时期的方式 在20多岁和30多岁出头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泰国自拍 在海滩上工作几年 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很高 汤普森说 假如这些游子在自己的祖国 有他们希望的同样机会 他们本可以只是旅行度假 一笔慷慨的遣散费资助了他在泰国的时光 他正在寻找长期留在国外的方法 也许是通过在线教授中文 搬到清迈意外着早晨在鸟鸣中醒来 享受更轻松的生活节奏 与在中国不同 他有时间练习瑜伽和冥想 购买复古衣服并参加舞蹈课程 38岁的阿莫尼奥良 离开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四川省成都 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数字游牧目的地 他的Web3社交媒体初创公司 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 而他使用的加密货币交易 应用程式则招致了警方的骚扰 搬到了巴厘岛 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而这些钱在家乡可能只够勉强生活 这是我在中国无法得到的 梁说 他指的是在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作 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进行头脑风暴 成千上万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涌现 我以前从未如此有创造力 他也很享受他遇到的微笑欢迎 在成都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如果我对陌生人微笑 他们会认为我是个白痴 他说 海外生活并不全是在海天聊天 和友好的邻居 汤普森说 对于年轻大多数工作者来说 这样的停留将只是他们生活中的插曲 他们不能有小孩 因为小孩必须上学 汤普森说 他们无法履行对父母的责任 如果年迈的父母需要帮助怎么办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去找全职工作 或者被叫回家 2020年 由于航班在大流行病期间停止 32岁的黄万雄在菲律宾宝河岛滞留了7个月 他花时间学习自由潜水 也就是在没有氧气品的情况下潜水到深处 他最终飞回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家 但在政府2021年打击数培行业后 他失去了一家私人辅导公司的工作 他的下一份工作是每天驾驶超过16个小时 网约车业务 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机器 黄万雄说 我可以接受稳定不变的生活 但我不能接受没有任何希望 不努力改善现状 向命运投降 黄万雄在2月份回到了菲律宾 远离的家人 要他在中国找到更好工作和找女朋友的压力 他与宝河岛恢复了友谊 并获得了潜水教练资格 但由于没有中国游客可教 也没有收入 他在6月份再次飞回国 在下一步行动之前 他计划利用自由潜水员的纪律 来应对在中国生活的焦虑 黄万雄说 我将从岛屿周围的海洋中 雪道的平静运用到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会保持自己的节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